我是住在哈尔科夫市区这里 然后今天早上大概凌晨五点半左右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听到有轰炸 连续的轰炸声音大概持续了十多分钟 然后之后又短短续续的听到了几声比较大的爆炸声 然后甚至墙体出现了轻微的颤动 然后之后又陆续的持续了能有十几分钟至半个小时左右 直到今天早上大概九点左右的时候 还会偶尔听到一两声的轰炸的声音 寝室的几位室友在七点多的时候就出门去买饮水 然后还有一些储备的物资什么 基本上超市已经排起了长队 早上七点开始就已经开始排队 买水的地方还有银行也都排起了长队 现在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 还是可以买到 但是现在基本上的物资已经被抢空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去银行去换一些其他的外汇 比如说美金或者欧元 这样为了防止在以后物价上涨 货币贬值的情况还可以买到充足的物资 这个就是我现在在读的大学叫哈尔克夫国立经济大学 平时这个时间12点是正好是同学们放学的时间 以前都会在校门前有很多人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聊天啊或者是休息啊 等待下一堂课的开始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街上只能有一两个人 还有就是平时这边是停满的车 然后现在也是只有偶尔有几个车在这边 对大部分的学校学校的学生现在已经就是停止上课 改为网上上课了 最大的不变可能就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吧 因为毕竟没有经历过战争 从小到大都只是听说这个战争很残酷 但是这是第一次经历 所以心里边还是很紧张的 但是现在还好在就是战争只发生在城市的外围 就是一般是郊区或者是军事基地的地方 所以我们市区内现在还没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基本的公共交通还可以正常运作 地铁站现在已经临时的改为了避难所提供事源 所以总体来说还不是太担心生存问题吧 但是可能就是家人会比较担心一些这边